今天是2024年6月6号 我们来到柔佛州永平一块榴莲地 这是一棵七年的猫山王榴莲树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黄叶 落叶 然后掉光光的问题 目前从枝条的判断上来看 已经干枯死亡 树身本身没看到什么重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研究这棵树的一个死因 找出一些可能的原因 这是我们挖出来其中一根大的支撑根的枝条 这个支撑根的功能是做支撑 没有吸收根的功能 但我们从这个根系的一个剥开树皮的情况发现到 根系原本应该白色到黄白的颜色 已经发展到红褐色的情况 说明已经具有感染的情况出现 这是2021年 由泰国北曼谷国王科技大学的学者所发表的文章 题目是《榴莲精辅的其他真军元凶》 《茄莲包骏,你可可毛球二包》 这是另一篇关于溃疡病的文章 由台湾农事所发表的 2021年台湾牛油果首次发现树身的溃疡病元凶 你可可毛球二包 这个部分是我们开挖的一个切面 开挖的深度大概是接近一公尺左右 可以看距离草面下大概不到10公分的位置 是比较健康的有机质丰富的土质 再往下的话 这个土质排击水的情况还是比较不理想的 在考虑药物方面 对付真军性的以下药物和其副配配方较为常见 包括比作弥菌质Pyraclostrobin 弥菌质Azoxostrobin 多菌磷Carbondazin 尤其是具有内吸性的本弥甲环座Defeniconezole等 发生在树身根系的问题通常都有很类似的症状 在没有进行真菌分离和鉴定之前 不能断定感染的种类 但可以确定的是 确保土壤的物理性的疏松度 维持PH5.5到6.5 土壤排水良好等措施 是预防剩余治疗的工作 另外 定期更换不同的真菌药物 避免产生抗药性的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